他被后人称为是中华第一妖人 活着的时候曾经预言了无数诡异事件 死后还留下了一堆谜团 千百年以来关于他的传言不绝于耳 他到底世人世神无人知晓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袁天罡的墓穴 探秘这尘封了千年的遗云 袁天罡生前让无数人争议 死后埋葬的墓穴也无人敢靠近 据说墓穴周围有着复杂的阵法 在墓穴里还有层层的器官 据说曾经在陕西有一个牧民发现自家走势里头羊 怀疑羊误入了袁天罡的墓穴里 于是乎这个牧民在墓穴外头三寇九拜 嘴里念着袁天师莫怪 袁天师莫怪 然后就走进了袁天罡的墓里找羊 您猜怎么找 这位牧民差点因此丢了性命 好在他刚进入墓室的时候 就发现了里面不对劲 第一时间就往外跑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回到家后 这个牧民瘫倒在地上 嘴里还不断地念着 对不起 袁天师莫怪 袁天师莫怪 家里人以为他是撞到鬼了 在当时那个封建的年代 人们还比较迷信 于是乎牧民的妻子 找了一个跳大绳的 来帮丈夫驱鬼 驱鬼结束后 跳大绳的信誓旦旦地说 牧民之所以会这样 那是因为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如今自己已经把这个脏东西给带走了 后续不会有事了 牧民的家人对着跳大绳的千万血 然而您猜后来怎么着 在跳大绳的来了一周后 这位牧民竟然离奇地死亡了 死的时候 两个眼球发白 好像整个人看到了什么诡异的东西 那么他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先卖一个关子 还是回到今天视频的主角 袁天刚 其人出生在隋朝末年 唐初的时候 威震天下 他作为我们国代最著名的补算大师 那真的是名声显赫 狙击在 袁天刚到外面集市上买东西 卖家都不收他的钱 只希望袁大师能够帮自己补上一挂 从这里就足以看出袁天刚的威名了 故而当时袁天刚有一个名号 叫做活神仙 那么袁天刚到底是人世仙 还是妖呢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 我们还得从他的童年开始说起 袁天刚小的时候家里很穷 所以他根本没钱读书 平日里跟着老爹做些农货 地主家看小袁天刚聪明伶俐 于是就让袁天刚当自己儿子的陪读 就是古代所说的陪太子读书 故而袁天刚在当时那个年代 也是有文化的人了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接受到补算行业的 又到底是师从何人呢 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但是您还别说 坊间有好几个说法 那是一个比一个更加稀奇 袁天刚那简直就是古代 李月龙门的代表 谁说寒门不能出柜子 农户的儿子就不能成为人上人了 袁天刚凭借一己之力 让整个家族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那么本来是陪太子读书的袁天刚 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神仙的位置上的呢 我们先来说几个比较厚的大众肯定的版本 第一个呢就是袁天刚在读书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神仙 神仙觉得这个小孩聪明伶俐 于是就交给他了一身的本领 其中就有补算方法 还有一个说法是袁天刚碰到了一个方式 方式将袁天刚收为嫡传弟子 将自己全部的技能都传授给了他 那么到底哪一种说法更靠谱呢 估计大家都要忍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在袁天刚随有所成之后 他希望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于是乎就跑到了神山老林里头修炼 修炼了几年又跑到明山大川去游礼 这走的地方多了 他的威名也就传开了 袁天虚的名号不进而走 那个年代的名人 独烟 围挺 马舟等等 全部都找他算过命 而且还都特别准 可能不了解历史的朋友 对上述人物都不太熟悉 但是有一个人那肯定是妇辱皆知 没错就是武则天 在各大电视剧中有一个关键人物 他夜观星象算出了武则天日后 要夺去礼塘江山 而其实在此之前 袁天刚就已经算出了武则天会当皇帝 我们来看看故事的前因后果 话说武则天的老爹 就来仰慕袁天刚的大名 他一直希望能够请袁天刚 为家里的男孩子算上一挂 看看武家未来的气愿到底如何 好巧不巧 这天袁天刚还真来到了武家所在的辖区 武则天的父亲赶紧把大师请进家 然后让家中的男孩挨个站好 请袁天刚为他们算命 袁天刚扫了一眼武家的男丁 接着摇了摇头准备离去 这个时候一身男装的武则天闯了进来 袁天刚看了大喜 再定定一看竟然是个女娃 又叹了口气直呼可惜 表示此女虽然可定一方大业 但是中途不免有血光之灾 后续的故事大家也都清楚了 武则天为了登基那是杀了不少人 自己也数次遭到刺杀 如此也能验证袁天刚所受的种种了 仅仅凭借一件事就判定下来袁天刚的水平 是不是有一些武断了 袁天刚的神奇之助并不仅仅在于其预知未来的能力 要知道在我国能够预知未来的人并不在少数 真正让他封神的 还是在他死后 那真的是各种诡异的事情频频发生 由此 那么我们就直接走进袁天刚的身后墓 看看这又什么古怪 在袁天刚死后他的墓也成了千古之谜 这么多年以来没有一个盗墓贼敢进入他的墓穴里挖宝 当然也并不是没有人动过歪脑筋 不过只要一动袁天刚的墓身边就怪是贫乏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故事要从1979年开始说起 陕西一位农民老张在地里浇菜 然而浇着浇着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 老伴在水井那边放水 然而水管里一滴水都没有 老张奇怪的喊老伴 你在干什么 水怎么还不过来 老伴也是一头雾水 这是咋回事 自己这边的水明明是源源不断的放出来的 怎么可能会没水呢 老张赶紧顺着水流的方向查看 原来这水啊走到一个地方就停住了 按理说这水积在一个地方 水管早就应该爆开了 再认真看了看 水原来是从原地往地下流进了土里 这么老张还在纳闷 只听到轰隆一声 这地下竟然裂开了一个大洞 大洞大约有一米深 里面全部都是水 史书无印必有妖 那么这和原天刚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原天刚的墓穴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墓 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周边的人不敢偷 就算你知道原天师的墓尺所在地 那都没有人敢往里面踏入一步 因为只要打扰了原天师安静 后面就会怪事不断 说回老张家的故事 这水往地下漏 这并不算什么稀奇事 此前也有遇到过 老张马上往里头填土 老张这欲往里面填 越觉得不对 因为这洞说深不深 按理说要修复它 应该很快就弄好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个大洞就像是一个无底洞 怎么填都没填满 老张让老伴赶紧把水给关了 此刻一个可怕的念头 在老张脑海里浮现出来 小的时候听家里的老人说 自家村子附近有一个高人的大墓 但是从来没有人知道 这个墓到底在哪里 老张转念一想 这会不会就是那位高人的墓 他越想越兴奋 干脆带着手电筒就下了墓 您猜他看到了什么 周围一片的漆黑 洞里还有阴风传来 感觉还有东西抓住自己的脚 别提他有多害怕了 老张赶紧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定眼一看 发现这还真的是一座古墓 而且自己很有可能 就在墓的中心 就当他还想继续往里走的时候 本来电量充足的手电筒 突然之间按了下来 老张整个人呼吸 也开始变得困难 于是乎他赶紧往外走 虽然没看到墓里有什么宝贝 但是老张和村里人一说 村里人都笃定老张是发现了 袁天罡的墓 为了保证村里的龙脉不被破坏 村民们自发的将墓保存了起来 袁天罡墓被发现的消息一传出 全国都震惊了 好多地方的人也提出了质疑 称自己家附近的墓 才是袁天罡的墓 而且这墓保护的很好 专家一听也纳闷了 这从来没听说过墓分过好几个 而且还都很完整的 专家决定一一对此排除 在走访了几个疑似袁天罡的墓后 专家们发现这些墓 大多数都集中在陕西和四川 而这两个地方 一个是袁天罡的出生地 一个是他做官的地方 这样一想就想通了 袁天罡自己是风水先生 为了保护自己的墓 不被盗墓贼破坏 多见几个遗种 那也不算奇怪 至于为什么都保存的很完整 那就是没人敢靠近墓周围 此前有盗墓贼动了坏心思 还没付出实践 就频频惹是产生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目前还没有科学家能够解释得通 而且据说 袁天罡的墓里机关重重 武则天的墓之所以打不开 就是因为袁天罡在里面 专门设计了机关暗器 而在设计自己的墓穴的时候 袁天罡只会多设计 所以至今没人敢去挑战 看完这段视频 那么大家对中华妖人 袁天罡的墓穴 到底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 告诉我们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 就请您动一动小手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